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好 今天是大选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这个股市今天可以讲说是收在最高点 大涨88点涨88点 这个指数涨的也真的有点巧妙发发 涨88点今天收在12113点的最高位置 成交量是1423亿不错的量能 所以今天的大盘可以讲说是开高走高的标准的一个多头的进攻盘 日K线连三红 选举的结果当然让很多男婴的朋友可以讲说两个字叫做惊呆了 应该是三个字了 加一个语注词惊呆了 又惊又呆又气 然后又不舍 然后又心里很无奈 我接触到很多男婴朋友大家心里都是这样想 好不过没关系就像我上个礼拜五所说的嘛 好在节目说的不管谁当选 这个太阳还是要升起来 股票还是要继续做 饭还是要继续吃 好都一样 所以也不需要好这个把情绪一直放在心里面了 好我觉得试过境迁了 好大家看看把后面的整个情势怎么发展 好不过今天呢盘面上面个股的波动很大 一些高雄概念股像观光饭店 这些概念股全面是重挫 你看到熊师凤凰 讲实在这两家股票跌得很莫名其妙了 为什么因为熊师跟凤凰路客几乎都没有生意 他不是做路客生意的吗 他们是做出国团的吗 搞什么就他们今天两家股票太大跌了 好都还接近跌停板了 你说这个盘面上是有些些许不理不理智的一个卖压了 那当然像高雄的饭店股 华园高野跌停板 那也可能没话讲 但你说熊师跟凤凰两家公司股票跌停板有话说吗 当然就有话说 因为他们又不是做路客团的 大家都很清楚 他们没做路客团 就也是跟着大跌了 好所以这个盘面上面就变成两样情了 那但是好股票今天的确是发挥了 这个盘是多方主轴的力道 像一些高价股 这个业绩非常好的公司 今天很多都是大涨 这等一下我们请卢老师来跟我们来谈 好那这个盘 今天可以讲说是连三红的一个攻击盘 那这个攻击盘也的确的印证 上个礼拜我们节目 不再跟听众朋友讲吗 不管怎么样选举激情过后 变数过后 大盘要走他既定的方向 那一再跟听众朋友讲说 今年的第一季绝对是一个多头行情 你如果不赚今年第一季 你要赚什么时候 因为后面的行情会越来越难做 好那赶快请教大来国际证券投顾的 卢文宾分析师卢老师在我们先不先 卢老师您好 老孟华兄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听众朋友可以看YouTube的直播 卢老师在我旁边 卢老师这个大盘就回归主轴了 对不对 就回归基本面 回归整个国际行情的轨迹了 选举这个事情过了 好那不管谁当选 我觉得其实是过境迁了 大家也不要再去想这些事情的重点 就是说要展望未来 对我想在上个礼拜 我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到了 不管当时在选前 这个选情是如何的激烈 又或者这个激情 是如何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大家非常的一个热情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选后了 这一切都还是回归到 趋势跟基本面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加权指数 又重新的返回到一万两千一百点之上 那尤其如果说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收盘的一个位置 是以今天的最高点做收 距离先前的一个高点一二一九七 基本上已经剩下不到一百点的空间 那如果说以目前整个盘面的资金面的一个状况 又或者就目前整个盘面的氛围来讲 我认为在封关之前 这个加权指数去突破 这个近期的高点一二一九七的机会是非常的一个大 因为我们从几个统计数据来看 我们看到统计的近十五年封关前跟所谓的开红盘 基本上都比较倾向乐观 所以我们来看 就是近十五年 我们看到 也就是应该讲封关前五天 近十五年封关前五天 有九个年度 它是呈现了一个上涨的 那上涨的几率将近有六十八 那平均的涨幅大概百分之零点零五 那另外如果说从这个2015年以来 也是一样近五年的封关的前五天上涨的几率 那更是高达百分之八十 那这个近十五年的新春封关日 也有十三个年度去呈现了一个上扬的 所以从这些数据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们认为在选前这段时间 整个乐观度应该还是非常的一个高 那当然可能投资朋友会担心 那接下来有什么 可能不愿意报告过年的筹码了 也或许有兵种要结账的一个筹码了 但是我认为这些筹码在以往的经验 当然会在大概这个礼拜的上半周 会比较达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 但是我们说过 因为上个礼拜已经有出现了 包含美意的一个冲突 所以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事件 所以让这些原本会在这个礼拜的上半周 才出现了这个卖亚 他在上个礼拜就已经先宣泄大半了 所以我认为反而在接下来这个礼拜 原本有卖压沉重的一个时刻 反而不会有太沉重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反而有利于行情能够持续的向上挺身 尤其我们说过 以目前来讲 整个盘面 大户的资金持续的在做归兑 我说大户的资金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从高价股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先撇开大力光这种 所谓的一个极高价股 我们就说大力光以下的 有三档所谓的股后 现在在所谓的一个增重 那也说的准千金股 那这三档分别是这个6510的这个金测 6415的这个系列 还有就是这个5274的这个信华 那我们看到这三档股票 今天除了说6510的金测是下跌 因为它当时是最早突破千元关卡 最早这个能够攻上 最早变千金的 对最早变千金的 然后因为现在刚好12月的营收 有点稍稍的不如预期 因为本来12月的营收 就会比11月稍稍的下滑 我说这是正常的情况 所以股价你最早涨 当然它最早整理 这正常 那除了这两档 除了这个金测 我们看到其实其他的两档 包含系列 包含这个信华 今天都出现了一个大涨的情况 以这个系列来讲 今天收盘1160块 再创新高 那另外信华的部分 盘中高点也来到1010 都突破了千元的关卡 那这些所谓的千金股 一档接着一档轮动往上 就代表大户的资金都回来了 那在这种情况 就在对于整个后续 不仅是封关前 我认为在封关后的行情 对于今年整个金属年的行情 我认为都还是可以乐观来期待 好 所以陆老师刚刚讲的千金股 这个高价股 其实是最容易 产生一个所谓比价空间的 这种多方行情 也就是说 什么时候可以出现千金股 一定是多头行情的时候 才有千金股了 换言之 这种多头行情才能去创造 股往股后不断的去争霸 这样的戏码在上演 当股价拉上去 高价股领先走 中价股就会跟上去 中价股一跟上去 中低价股就有比价空间 又会往上走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股价 往上走的良性的互动 就像美国股市也是一样 你看到苹果 苹果股价上300 它又带动了一些股票 在往上走 它都在开始比 对不对 特斯拉已经供到500块了 你还相信吗 特斯拉去年 这个前年6月的时候 它才不到200块 跌到了大家都不要的股票了 170几块 现在已经供到500块了 一样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国股市也是一样 这个高价股 就大家不断的在 轮动在往上攻 它就带动整个气势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像 今天 苹果老师刚刚讲到 最强一档就系列KY 系列KY在选前 就已经是见到涨停板 不断的往上攻 今天还是继续大涨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 这个高价股 就已经很明显告诉你 这个盘式 仍然是一个多头掌控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 除了系列KY 以外高价股 另外翔硕今天涨停板 翔硕今天大涨65块 收在723块 那系列一攻到 这个涨停板之后 翔硕跟上去 那翔硕下面一档 600多块的就是 普类KY 普类KY今天也大涨5% 今天也是 也是放量了 1400多张 这个收涨了31块 收在641块的波段新高 很明显 就是这种味道就出来 那所以说 大家要掌握 这个多方的节奏跟行情 你就必须要 掌握到这种 这种趋势跟方向 而且挑对股票 是吗 老师 我想今天 我们看到 这个 我们刚才也提到 以目前来讲 大户的资金 都已经陆陆续续的 在做一个归队 那其实还不止 大户的资金归队 我们看到 其实今天新台币的汇率 今天收盘 已经正式的 升破了30块钱 央行不守了 对 央行不守不住 又一直进来 那其实 从整个新台币汇率 已经升破 你看央行原本 这个30块 是他重要的关卡 是不能够 丢掉的一个关卡 他今天也弃手了 这代表这个力道 有多强 那为什么 这个力道会这么强 因为钱不断的进来 那为什么 钱不断的进来 因为过去 我们有一句话 叫台湾籍 现在应该讲 世界的钱 是赢卡 因为现在全世界 几乎都维持一个 低利率以外 那我们看到 其实就台股 它本身的一个特色 还有台商回流的资金 目前在预估的 大概还有1400亿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再加上 你看美国的联准会 除了说他已经 就都没有在做升息 甚至还有预期 还会降息以外 他的一个QE目前 当然他不承认 他是QE的 但是他就是每个月 都够在600亿美元 所以他也不断的 在释放美元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整个资金 他会非常的充沛 那再加上中国 在这个月的月初 他也做了一个 降准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想整个资金面 是十分的充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资金往哪里去 当然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往这个 所谓的资本市场 就是往这个 所谓的一个 股票来 对股票市场 当然有部分的 往债券去的 可是在这种情况 应该风险性的资产 股票应该 获利率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 新一波的一个资金行情 正持续的 在做一个发酵 所以今年我说过 在美股持续的创高 你看美股到上个礼拜 我即便道琼 是开高走低下来 不过他还是 持续在创新高 那在这种情况 创高 我说创高就是多头 那美股只要持续 做创高的动作 它对全世界各地的股市 它就有联动的 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说过 以目前来讲 我们选完了 可是美股还没选 而且还到11月才选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尤其川普又把这个股市 当成是他一个 很大 我们不要说唯一 他当然不觉得 他是唯一的 但是至少在他认为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政绩 所以他不可能 弃手这一块 所以我认为美股后面 持续都还有在创高的机会 那只要美股 能够持续创高 那搭配着 整个资金面的一个充沛 再加上 我们就国内来讲的话 选举也告一个段落了 那这些所谓的变数 都一一的消除之下 其实一些有本质 那这个法轮所锁定的 这些标的 也会在接下来的行情 会一一的 做一个标台 对过去20年 这个统计数据 呈现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过去20年台股第一季 上涨的几率高达80% 高达8成 这20年里面 只有四次是下跌的 其他16年都是上涨 所以说听众朋友 好好把握第一季行情 那也的确 你看到今天台币 升到什么时候 升到了 今天收盘29.035 台币真的是超强的 今天已经升到了 2018年6月以来的高位 2018年 就是前年6月以来的位置 可是台币是升破30 对不对 2018年6月 当时台币是扁破30 所以完全方向相反 一个是扁破30 一个是升破30 那为什么会扁破30呢 因为2018年的1月的时候 当时台币的汇价 是29.035 所以他从29.035 一路升上 对不起 今天我刚讲错了 今天汇价是29.952 今天收在29.952 升值6.7分 刚好升破30 可是2018年的1月的时候 当时台币的汇价是29.035 他就一路走扁 扁到6月的时候 就扁破30 现在目前是升回30以内 所以两个方向是相反的 虽然都是30 但是两个方向是相反 又代表资金进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外资 今天是大买超过百亿 在台股集中交易上买超过百亿 所以很明显的资金 是挥注到风险性资产 挥注到股票上面 所以路老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该怎么样选股 怎么样操作 我想刚刚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 就针对接下来的行情 的一个方向 我们先做了一个定调 也就是一个多头架构 它没有任何改变 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先前 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很明确的告诉各位 这个是一个主生段的行情 最低消费看一万两千点 当然这个也已经印证了 我们说过 接下来 因为主生段它的一个特色 就是涨了最久 而且涨了最多 所以最低消费 一万两千点 达到并不代表 一万两千点 就是一个满足点 我们说过 其实以目前盘面的氛围 还有整个主客观的条件 来看的话 台股的历史高铁 去做一个重新改写 这样的机会 还是非常的大 我认为在年后 这个机会还是非常浓厚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最重要的是 如何在这样的行情里面 能够开通最大的获利 当然选股 就非常的重要了 我们说过 新的资金 现在源源不断的 进入到国内 这个新的资金 它会去买什么样的股票 当然 它不会去买那些 已经涨了可能半年 一年 甚至于已经涨了 一倍两倍的股票 它会选择的 当然还是 以一个低位界的股票为主 所以在操作上面 当然除了说 我们要去掌握趋势主流以外 如果说同样一个族群 同样一个概念 我想低位界的 它绝对未来的空间 会比高位界要来得大 就好比说 同样我说 今年的一个趋势主流 其中有一个叫做 缺货涨价的一个概念 缺货涨价 大家第一个联想 被动元件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被动元件 现在大家都知道 它具备缺货涨价的一个概念 可是你看国具 已经从当时 我告诉各位的二字头 到现在 即便它在整理 都还是四字头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再去追这样的股票 我不敢讲它不会涨 可是是不是相对 你的风险又来得高 所以当时 当市场上 都在追逐被动元件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的是 同样具备 也是缺货涨价的概念 可是未接相对低的什么 记忆体的一个族群 威刚 对威刚 你看今天又创下76块的 一个破断的新高 威刚这两个字 在我们节目里面 不只提过 提过十次以上 对了 创新高的当然就是多头 也代表这段时间 不论你哪一天 哪一个点位去买进 那都是获利的 对不对 那我说 这整个趋势 非常的明确 因为5G的带动 因为被动元件 能够缺货 也是5G的带动 那整个记忆体会缺货 那也是因为5G 而且我认为 在未来记忆体 这个缺货的状况 因为它的需求的 一个爆充力道 会更强 因为一般我们说 4G的手机 跟5G的手机 被动元件 当然大概会增加 20%左右 可是在记忆体的部分 我想这个增加的幅度 应该不止 我说你看 光是一个 我们不要说 4G变8G的 就4G变6G就好了 这样就50%的成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 后续整个 记忆体的一个架构 我想还会 这个爆充的力道 还会非常的大 那除了缺货 涨价的概念以外 我们说过了 还有就是获利成长的部分 那我们说过 像近期 我们不断的帮各位 重新锁定的 这个3227的原相 尤其趁着上个礼拜 行情在这个震荡的时候 每一冲突的一个时候 我们重新又锁定了 这个3227的原相 做买进当时150块钱 你看今天这档股票 不知不觉 它也又来到167块 今天也创下了 破坛的一个新高 所以我想这些 都是甚至于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包含系列也好 包含这个信华也好 我们看到 它12月的营收 也都是创下历史的新高 不管是这个系列 又或者这个信华 所以我们说过 其实12月营收 能够创新高的 都代表 它在今年2020的 一个成长的一个力道 都还会非常的强 所以这些 一定要把它视为 是一个优先观察的指标 因为不管怎么样 不管谁执政 又或者整个趋势 如何的改变 获利好的股票要涨 这个是不变的一个趋势 所以对于这些股票 也要特别的去留意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说过5G的一个概念 很多人认为5G 在去年已经长了一整年了 接下来是不是也 再去做一个5G 是不是第一个 所谓的题材 已经炒作一段时间了 另外会不会位置太高 我们也再跟各位 做一个叮咛 我说5G这个概念 或许它去年 已经长了一年了 可是5G涵盖的范围 非常的大 女举凡 除了说5G的一些 所谓的基础建设以外 你说广义来说的话 包含伺服器里头 包含大数据里头 你看伺服器 你看到上个礼拜 这个围影 6669的围影 都还在创高 从当时的三字头 到七字头 今天稍微整理一下 我认为这里 随时都有在联动的机会 另外我们说过 本身所谓的一个 大数据建构完之后 当然整个AI人工智慧 它也有联动的一个作用 所以广长 它涵盖的范围 会非常的广大 所以对于一些 同样具备5G的一个概念 可是目前未接处在 相对低的一个位置 我认为这些都是接的下来 不管是法人的资金回流 又或者新的 我们看看新台币的升值 新的资金 这个汇度到国内来的话 这些都会是他们的一个首选 就好比说 我们在这个年初 就帮各位所掌握的一档股票 叫做2020的第一档股票 叫做属于你 那这档股票 其实原本在上个礼拜 都已经慢慢的跌高底部 甚至于已经创了短线的新高 不过偏偏又碰到一个 美衣的一个冲突 让它股价又出现了一个滑落 但是我说过 一档未来能够 有机会表态大涨的一个股票 在它还没有喷出去之前 其实压回来 那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为什么我说 它未来的空间 非常值得期待 因为除了我们说过 他本身 法人对他的评价 至少都是在买进以上 甚至于有积极买进的 代表法人对他的评价 非常的高 而且法人的买盘 随时会很积极的 做一个启动 那再加上 他整个产业 经过了 这个所谓的一个调整 跟修正之后 他低毛利的产品 他都不做 他只做高毛利的 那内行人一听 高毛利的产品 代表他的获利 就会增加了 那如果获利增加 位阶又低 法人又锁定 他位阶到底有多低 我说过过去曾经 是将近200块的股票 那现在不到100块 甚至于连80块都不到 甚至于连70块都不到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又具备低位阶的优势 那又具备 法人所锁定 未来会持续的大买 再加上 趋势明确 毛利提高 等等等等 那我认为 像这样的股票 其实在经过整理过后 他未来的爆充力道 那就更不容小看 所以我们也说过了 其实如果说你的资金 你的资金 有一百万的 我非常希望 各位投资朋友 能够跟上我们 这一档的一个操作 那尤其今天是 这个选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我们特别有一个活动 叫做喝了再上的活动 那什么叫喝了再上 就是这档股票 尤其你有100万资金的 你直接跟着我们来操作 那我直接来带着你做 那等到你赚到钱了 我希望你也能够 直接的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想在整个操作上面 会更加在整个买卖点的掌握 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这是我们今天 就是让各位先赚再说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们喝了再上的活动 好 的确 这个今天 基期比较高的股票 这个虽然大盘行情是创高的 今天搜最高 但是很多 基期比较高的股票 今天反而是回档的 比如说像联发科 联发科大家看不看好 非常看好 5G晶片 SoC 系统单晶片 全是有几家公司能做 联发科是其中一家 你可以看到联发科 今天股价是收几乎最低 是收在422块 是跌了10块钱 跌幅是超过2%的 而且联发科 今天股价是跌到了季线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联发科的基期高 去年股价涨了一倍 所以股票市场是这样子 我的经验是这样子 随时都会换最佳女主角的 最佳女主角就会在个股 类股中轮动 所以我们要掌握这种 多头趋势的股票 就像刚刚老师所讲的 喝了再上 大家去找一些 机器比较低的 是今年会有一个爆发力的 像去年涨一倍的股票 不是说不好 再爆发可能空间有限 好那等会儿我们广告期间 会有刚刚老师所讲的相关资讯 大家可以参考 非常谢谢大来国际证券 投顾的罗门斌飞议师老师 谢谢您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萌华 下周一就是封关日 就是马上进入到 鼠年的农历年假期 因为股市都是提前封关了 因为要结算交易的关系 所以20号就是最后一个交易 扣掉今天就五个交易日 剩下倒数五天 五个交易日 对不起不是五天 是五个交易日 因为还有礼拜六礼拜天了 好那要进入到鼠年庚子年 庚子这两个字 大家应该很有感 对不对 因为庚子都出大事 还记得吗 八国联军就是在庚子年 希望明年不要有大事 这个鼠年庚子年 希望是平安无事 大家都能大赚钱 好那今天台子期大涨106点 我们讲加权值是收涨了88点 但台子期涨更多106点 收在12117点 涨幅是0.88% 成交了13万口 期限货因此而出现了增价差 增价差4点 另外贵买值今天也冲高了1% 收在148.27点 成交量300多亿 那贵买跟集中交易厂总计 有21家上市贵公司 是涨停板的 其中在贵买有9家 那集中交易厂 有12家是涨停板 那跌停板呢 总共有6家 就是所谓的观光饭店 重灾区了 因为大家直接联想到 这个陆克的问题 大陆会不会持续对台施压的问题 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讲 不过我看到这两天 选举结果 北京是完全禁声 完全没有任何的 针对台湾选举 有任何的 比较明显的看法 没有 我觉得应该还在收集情报 做资讯的整理 那圣货跟刘鹤 马上要到华盛顿去签约 也有关系了 我觉得在签署合约之前 应该讲什么东西 应该也都不适合 所以说大概原因在这边 但是我认为大陆不会不反应 迟早要反应的 而且反应下来 很多不测的变数 有可能会是在庚子年发生 那庚子年之后 进入到2021年 我觉得两岸关系会进入到 所谓更深水区 更麻烦 然后以及美中的关系 可能会更剧烈 因为各位都知道 如果是川普当选 现在目前看起来 川普当选的几率很高了 那川普当选的话 他绝对绝对 在美中贸易战 这些事情上面 不会松手的 因为现在目前是因为选举 所以暂时放松一下 他现在对大陆的策略 很明显 一下实景实说 完全是 感觉上是在布局 让局部的很大的一种 一种战略的做法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个人是有这样的感觉 好 那我们看到上周 美国三大指数 道琼是收高了 百分之零点六六 盘中 周中 周间曾经突破过 两万九千点 创下了这个 历史最高的收盘点位 是突破两万九千 道琼从来没有突破过 两万九千点 看起来三万点应该指日可待 标普则是涨了百分之零点九四 纳指全周大涨百分之1.75 废半涨了百分之零点六七的幅度 美国股市是连续五周收高 连五涨 这个周线连续五周的往上走 非常强 另外很强 最近很强的一次入股 互指上个礼拜是涨百分之零点二八 深层大涨了百分之二点一的幅度 互生两世都是连续六周的走高 另外香港也是连续六周走高 最近港股也从底部在翻扬 所以听众朋友 我之前就讲过 可以特别注意入港股ETF 这样相关的商品 港股上周涨了百分之零点六六的幅度 创业版 大陆的创业版上周大涨了百分之三点七 而且是连续两周涨幅超过三趴 可见大陆股市 感觉起来今年第一季的行情应该也不会寂寞 尤其是最近人民币升势非常的猛 不是只有台币升破三十 这个升值的趋势很明显 人民币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人民币上周 是明显的走升 人民币的周升幅也不小 差不多是百分之零点六 零点六左右 零点六八 还将近百分之七 人民币升到六点九一了 升到六点九一 而且是连续三周明显的走高 我们看到今天人民币应升突破六点九了 现在目前人民币大升了三百多点 升值的幅度今天单日达到百分之零点五左右 到六点八八四二 所以入股今年也表现很好 上证指数今天单日涨幅百分之零点七五 升程又涨了百分之一点五的幅度 创业版甚至涨了百分之一点六 所以好好把握今年第一季亚洲股市 包括入股的行情 甚至香港股市我觉得都有机会 好那我们怎么看国际股市 以及各种金融商品 我们赶快请教群艺期货投顾的 荣毅生乡 宇龙乡您您好 荣毅生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今年雅谷看起来是蛮有看头的 第一期航行 是从中美贸易战暂时停火之后 那其实从去年的第四季 雅谷其实都在一路往上攀升 那中美贸易战可以看到 人民币最近刚提到的 没有再继续走贬 那中国以往的惯例 它的这个习惯就是 美国跟他打贸易战 那中国就用汇率战来还击 那中美贸易战走深 所以没有再持续过去的这种贬事 所以表示贸易战暂时有一个缓和的状况 那再来就是香港反送中的 这个媒体最近比较没有报道 那这些抗议的活动也比较没有在台面上 所以显示说美国也不再去针对香港的问题 去在国际上发出一些声音 所以看到中美贸易战 第一阶段签署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剩下两天而已 那川普他本人也说 第二阶段应该会在选后 所以在这段期间 今年又是美国的选举年 今年年初是台湾 那11月是美国的总统大选 那所以这段期间 其实股市以美股来说的话 不至于有这样子比较剧烈的下跌 那当然震荡是难免的 涨高总是会来来回回 那只是既然选举 其实执政当者 执政政局都会做一个比较明显的 让股市在维持在高档 那从台湾来说 1996年 民选总统以来 20几年了 那只是第二任开始 明年就开始 如果是川普出任当选 就是他的第二任 那第二任 其实大家回去看股市的状况 第二任上任之后 其实都会震荡稍微剧烈一些 所以在台湾的部分 那最近也可以看到一些 小鹰概念股 像是这些台商回流的 像是字邦 赵峰厅 然后一些什么永冠台床 这些小鹰概念股 其实都表现不错 反倒是刚刚提到一些观光类股 像什么凤凰 今天就比较惨一些的 他们真的无望之灾 凤凰雄是蛮无望之灾的 就压缩宝 他们没有什么路客团的 他们都是出国团的 大家都知道 做什么游轮的 做美加旅游的 日本旅游的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 川普他最近在这个 焦点就比较转移到东东这边去 今天伊拉克又 美军基地又被攻击了 火箭弹 对但是基地被攻击 却没有人伤亡 这个还是蛮诡异的 有啦 这次有 两个伊拉克军官 没炸到美国人 炸到伊拉克人 对好像听说上一次 就是 已经先通知美军说要打了 我飞弹要跟你打 人赶快跑 让我做一下戏 风筒做戏 然后上礼拜的那个波音被打下来 现在伊朗国内这些 就是国内自己的反对的声浪也起来 因为听说是被自己的飞弹打下来的 是啊 是被他们自己的反攻飞弹打的 对啊 那里面很多这个留学生 加拿大留学生 对 都在上面 所以这个中东问题 看起来就是 美国跟伊朗两边都不太希望 这个战事再更剧烈 毕竟大家都不希望战争 那台关的话 目前礼拜三就是月选的结束 那目前看起来在扣的卫平商量了 一万 一万两千三 一万两千四 以上这个卫平商量都很大 很大的这个庄家 是看这边是压力区域 不会涨的 所以估计在月选结算之前 还是比较偏向于震荡盘整 那可能微幅的这个走高 可是呢 上涨压力还是重 因为这个月选的 已经压了这么多口 卖房的上面 那再接下来 四五一三个交易就要封关了 所以我认为法人也不 不见得一定要在这三天 去做一个大部位的进出 因为台湾休息这么多天 中欧股市也休息这么多天 那国际股市都没有休息的 那所以法人不太有必要 一定要在这三天 除非是去压保这个选后的行情 可是毕竟来说 有休息了这么多天 总是会做一些避险的 所以法人比较不会在这个时间点 再去对全职股 做一些比较多的周末 好 初六开红盘嘛 对不对 对 那就是1月30号嘛 对 初六开盘 所以听众朋友 你看要休多少天 20号封关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今年要早休一天 今年又 让大家除去前一天就放假 对 又多休一天 对啊 所以你看股市要休这么多天 这么多天会不会有一些变数 这当然有可能 不过我看到现在目前市场气氛蛮热观的 大家都蛮多人倾向 这些名师们 名师们倾向说要报股报满过年 不但要报股还要报满 好 我不知道这个龙香里看法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今天加权值是涨88点 上周全周加权值跌85点 所以今天一天就把上周的下跌涨回来了 标普上个礼拜是跌了1.5%的幅度 那今天涨1% 涨回了一部分 那外资 期货在上周加码是1700 7100多口 今天再继续在台子期是加码的 我们刚讲外资在金融交产市连三买 今年买超107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了123亿 在台子期的部分 外资今天买超3031口 进多单的流仓部位上升到42393口 小台也买超2625口 小台转为进多单流仓655口 那在贵买的部分 外资今天是买超了9.6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了10.8亿 所以抽码面很明显偏向多方 融资上周减了24亿 上市上柜的融资余额是1970亿 融券则是增加了10万张 上市上柜加起来10万张 所以两个市场的融券 以为是84万8千张 这个是整个筹码面的部分 那外资去年全年上市会买超金额 是2781亿 那今年到上周五是卖超141亿 但是今天几乎又把它 因为今天一买又买了 这个100多亿 所以就几乎是把这个卖超打平了 好 这个礼拜很多的美国金融大公司 这个银行要公布财报 因为从本周开始 美国进入到超级财报周了 就是要公布企业财报 去年第四季的 周一就今天晚上 明天清晨有富国银行 摩根大通花旗 周三有高盛 还有美银 周四有贝莱德 另外美国也要公布很多重要经济数据 核心CPI PPI 还有就是FED的贺皮书 欧洲央行也要在周三公布会议纪要 同时美国的核心销售 零售销售也要公布 费城制造业的 费城联准会制造业指数 还有就JOLT 这个联准会非常重视的植物空缺指数 以及周五中国大陆要公布去年全年的GDP 美国已经公布出来去年12月的飞农 在上周末是14万5千人 低于预期的16万人 前一个月是26万6千人 所以这个数字相对差 也影响到周五美股的走势 去年全年每个月 平均的飞农就业数据是17万6千人 低于2018年的22万3千人 创架2011年来最差 不过失业率倒是50年新低 3.5 同时时薪增速不及预期 年比增幅2.9% 这是2018年7月以来首次低于3% 这个礼拜签署第一阶段美中的协议 同时16号礼拜四是台积电的法说会 大家可以关注 现在法人预估台积电今年应该配息 可以到11块了 那今天台积电股价收涨2块 而在大型全资股里面 算表现不错 收涨2块0.6%的涨幅到341块半 台积电本波段也是历史最高 股价是345块 看有没有机会去挑战 今天比较弱的是郁金光 跌17块跌幅是2.8% 另外被动元件的国具跟华星哥 也纷纷下挫 华星哥跌了2%多 国具跌了0.6% 跌了2.5元 大力光表现也不好 跌15块 今天跌幅是0.3% 另外就是跌比较重的联发科 今天跌了2.3%的幅度 跌10块钱 好那继续来请教群益期货的 荣一森乡里 荣乡里 美国股市现在目前的位阶怎么看呢 当我从创下历史新高 那包括NASDAQ也是 刚刚提到这一个礼拜 有一些银行会公布财报 那其实银行过去来讲 FED开始就是 不再升息 那其实钱一直在市场上面 那这些大型的银行股 也会去买这些尖牙股 所以目前预期看起来 这些财报出来应该不会太差 因为银行的这些转投资 这些多余的闲置资金 其实都会去 去买这些科技股 科技股的这些苹果 像Amazon 那这些尖牙股 股价一直会在高档 所以银行的财报看起来 应该是会不错 那所以像道琼 还有S&P 这些指数目前虽然已经穿上力行高 可是并没有国际上面的一个明显的一些危机出现 除了上个礼拜的中东的一些事件之外 那目前就要看一下 川普他未来这个炮火会不会开向欧盟 或是开到其他地方去 因为他一定要维持他整个人气 维持这个热度 一直要维持到年底选举 像台湾的候选一样 维持他的声量 对 网络声量 现在我们选举就看到 网红的有没有人去帮这些候选人助选 或者他网络声量有没有够 对 这才会持续的有一些热度 现在是完全民粹时代了 没有办法 这个网络实在太影响太动尖观瞻了 是啊 就跟过去的选战打法都不太一样 所以一句话 老人赶快退位 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你们的时代 你们这些老人在操选盘 你绝对赢不了的 因为你观念你的方法 你的认知完全跟时代脱钩 对 现在就是选择 不管选战或是行销方式 可能都跟过去不太一样 以前我们买东西 可能都习惯实体店面 去逛街这种感觉 可是现在他们手指点一点就买完了 现在加勒服也是 加勒服买800块就送到家里面 就跟过去时代不太一样了 那回过来看 就是在国际情势 如果没有什么太大变动状况下 其实有一些商品可以去做避险的 像黄金的这个价格 可以看到在中东危机的状况下 黄金价格其实在上个礼拜有明显的往上涨 可是在这个礼拜稍微就 今天压回嘛 现在目前期经价格跌了差不多11块左右 10块11块嘛 对 稍微有这样回挡的动作 可是黄金可以看到 它已经是突破了过去一个多月的整理 两个多月的整理期间 也就是从12月中之后 突破了1470块这边大的一个整理区域 那现在已经创下了从2016年来的高点 对 6年来的高点 13年以来的高点 通常我们会把黄金当作是一个避险的商品 可是现在股市在涨的时候 它反倒是没有回档 那像这种商品就可以去注意 那未来如果再有什么样状况出现的时候 其实它也会成为一个避险的交底 对 多少买一点黄金的 就是说做一些资产配置对不对 对 那其实像通膨 或者是利息低的时候 其实前方银行一样是没有利息的 对 那等于说黄金 它并不会因为利息往上涨 大家就不去 不去投资这样原物料这样子的商品 其实有一档金矿的ETF 它代号是GDX 听众朋友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其实它去年涨不少 去年涨了50% 对GDX GDX 它是购卖的 就是金矿股的ETF 我最近有观察到它 因为金价去年没有涨这么多吗 金价去年 我记得应该是涨两成左右吗 对 可是这个ETF 它涨了50% 所以可见金价在涨的时候 黄金的相关的股票 就是金矿股它涨了更多 也许挖矿 或是它有一些 它可能就是隐含的那种 公司的资产价值的增加 因为它想象空间比较大 对 那包括一些贵金属 像靶金 去年也是涨蛮凶的 它涨更多了 对 所以黄金的话 其实黄金期货 像台湾 不管是台湾期交所 或者是纽约交易所 都有黄金的期货 可以去做交易操作 对 那纽约交易所的黄金 期货大的规格是 6600美金 相当于台币21万 那如果觉得这个 保证金比较多的话 那可以选择微黄 微黄就只要十分之一 就只要两万 两万多块 台币就可以做一口 它交易时间很长 从早上6点到凌晨5点 对 那就是像白天 我们可能台股还没开盘 那一开 如果万一清晨有什么状况 像那些设飞弹那些 可以用黄金 它一开盘冲到1600多 对 黄金可以去做避险的 OK 好 不过当天金价就上下差了60块钱 所以说基本上做期货 你还是也要顾到一些风险 就是说保证金还是放多一点 我觉得不要放太少 好 那去年 我刚查了一下 去年全年金价涨幅是15.5% 可是你看到金矿股 它的涨幅是五成 所以相关金矿股的指数的 它们的涨幅就更大 那油价就不要讲 上周大跌5%6% 非常